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五 台北股市小跌19点 19点没多 连长两天 稍微休息一下也是正常 行情也不可能说天天涨 你看礼拜三涨95点 礼拜四44点 台子期82点 所以连长两天之后 今天稍微停顿一下 69点OK啦 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让大家比较想不透的 可能是昨天晚上 道琼涨227点 那台北股市为什么供不出去 很奇怪 大家都很喜欢看美国股市 美国强 原则上台北股市供的机会是很大 那昨天道琼涨到270几点 为什么每个五十年你供不出去 所以经常讲你不要单纯看指数 你要去了解内容的部分 细节的部分 你知道昨天 美国股市在涨什么 美国科技股昨天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小涨小跌 重点这两家公司 这支 联合健康保险中心 联合健康保险中心 昨天大涨了5.5% 另外一家 CBS CBS它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局 也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彩妆店 那这两家公司昨天分别涨5.5跟4.66 这两间 它都是道琼成分股 道琼只有30家而已 30家里面的两家 大涨 这对于指数的贡献度是很大的 那昨天为什么这两家公司会大涨呢 因为昨天 川普取消了 原本预计的药品回扣退税计划 把这个计划给取消掉了 所以取消掉的结果 昨天美国全球的十大药厂 大家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这是辉瑞 昨天跌2.4% 诺华大家也很清楚 阿斯利康 默克 里来 安静 吉利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这是全球的十大药厂 昨天因为那个政策取消 反而股价是下跌的 那这两家 联合健康保险就类似 台湾的比如说健保局那种 专门在管理美国人的医疗保险的 那十大药 这是最大的联手药房 那这个跟台湾有没有关系 跟我们没关系嘛 另外呢 美国要降息 美国要降息 银行股影响是比较直接的吧 所以美国的前五大银行 这是小摩 这是美国银行 包含大摩 摩根斯坦利 跟高盛 昨天银行股是涨的 加工资跟我们没关系啊 对不对 跟我们没关系 所以美国道琼大涨 台北股市不见得会 受到带动 听到没有 反而跟我们比较 有关联性的 纳斯达克 费腾半导体 昨天都是平盘 所以昨天我看到那些过程里面 我就知道今天 台北股市可能会动不了 美国股市还是很强哦 你不要因为它昨天没有动 道琼又继续创历史新高 道琼目前在历史高点上面 一直往上冲 很强的一个多头 完全没有改变 完全没有改变 那包含纳斯达克也是一样 纳斯达克目前也是在历史高点 纳斯达克现在也是在历史高点 随时都会再衝跌 S&P500指数 目前三大指数 全部都在历史高点 S&P500指数也在历史高点 所以美国随时喊冲就会冲哦 随时喊冲就会冲哦 这个对台北股市的带动 都是很直接的 所以这个行情赶快做就对 赶快做就对 当然买到股票啦 买错的单也是不好哦 台北股市连涨两天 你知道今天一开盘 今天一开盘 我就知道今天不会涨 很神哦 就开盘我就知道跟你没去啦 结果收盘真的是跌了19点 虽然跌的不多啦 那为什么今天一开盘 我就知道台北股市今天不会涨 原因在哪里 大力光嘛 大力光今天连高盘都开不出来 昨天发布了大力多 今天竟然连开高的勇气都没有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你每天在看盘的时候 股王的表现是最重要的 当然目前是大力光 以后如果有其他股票取代了大力光 那你就看那支股票 股王是多头的领军指标 股王是多头的信心指标 所以你当天在看盘是强弱 股王你一定要看 这真准跌 你看大力光礼拜一 大盘往下杀 大力光一直很强 还往上走 所以最后大盘一定会拉上来 礼拜二大力光是跌了 所以大盘 拉都拉不起来 这真准啦 每天都要看 礼拜三大力光开高75块钱一路涨 所以大盘跟着一路涨 所以大力光强的时候多头安心 昨天大力光也会继续去 最后去那270块 所以昨天大盘是很强的 那你看今天 今天大力光是连高盘都开不出来 昨天发布财报大力多 以昨天那份数据 大力光足以今天开高大涨 那大力多情况之下 连高盘都开不出来 代表坐驾的人心虚 追高的人意愿也不强 所以大力光今天这种开盘 大盘绝对攻不出去 那收盘的时候 大力光也跌了100块钱 跌了2.3% 可是大力光今天跌了100块钱 你也不要因此而看衰他 因为昨天那份数据太强烈了 你看半年报86.55 去年是70.97 106年是71.55 都差15块钱 都差了15块钱 第二季48.83 也比第一季 整整多了11块钱出来 一季 比上一季多11块 你不要说他48块 就光是多的那个11块 很多公司做一辈子 一年要赚个11块都不容易 大力光竟然是那么的会赚钱 那大力光第二季的营收 净利 毛利率 存益 EPS 全部都创历年同期的新高 所以说那份那么强的数据 今天开不出高盘来实在是不好 所以让今天台北股市攻不动 那大力光这份强而有力的数据 接下来你要注意 接下来你要注意 目前大力光已经形成多头排列 你看大力光其实很好玩 你看在这个时候 6月初的时候 因为法说会 老板说6月营收会衰退 当天一开开到跌停板 3255 同时 法人在5月30号 在5月30 花旗 得意志 同时将大力光的目标 一砍把人砍到三字头 存3,580块 3,580块现在在多少 在4千几块了 你看同时 在5月29 5月29号 外支开第一枪 野村大将大力光的平等 大砍1000块钱 你看5月29跟5月30 法人起砍大力光 砍在哪里 砍在底部区 砍在底部区 很准啦 很准的啦 每次航行只要一涨高 法人就会调高目标 只要一跌升 法人就会降目标 你事后去看 准确率几乎百分之百 所以我经常讲 你不要把法人的一些报告 当圣子在看 你如果经常过度依赖法人的报告 把他当圣子的话 你会输得很惨 你会输得很惨 你看之前在这里的时候也是一样 跌四千块的时候 法人说五千块没问题 结果刺到这样 跌到三千多的时候 法人就大降目标 一砍砍了一千多块钱 砍到三千多 那现在又上来了 所以你知道我自己的看法 大力光今天虽然没有涨 可是我的看法 他股价刚站上 月线 年线跟半年线 刚刚成为多头排列 而且获利创新高 股价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不要说历史新高 至少今年的高点 在获利创新高之下 加上即将进入旺季 股价创今年新高机会是很大的 所以你如果喜欢操作大力光的人 后一星期有下来 如果有下来 年线跟半年线 现在几乎都在同一个位置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撑 你资金部位比较大的人 想要操作的 当然一张四百几万 也不是每个人都玩得起的 如果你资金部位大的 我觉得大力光是值得投资的 是值得投资的 那大力光一涨会怎么样 大力光一涨就会带动平概股 尤其平概股开始进入了年度的旺季 大力光率先表态发布大力多 大力光一期 那整个平概股就会被带上来 所以七个八个的平概股你要注意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 哪些平概股在七八月进入旺季的时候 涨幅会最大 你要想这嘛 想通了 接下来就是你赚大钱的时候 你看今年度平概股 谁最厉害 上去最多 今年平概股最强是一支 瑞宜 你看大力光都这样来来回回洗善温暖了 瑞宜今年是很稳扎稳打的一直涨 从60已经来到116 今天瑞宜又创新高 今天又创新高120元 我不是在跟你推荐瑞宜 如果真的有本事的话 你不是在这里买瑞宜 你应该是60就该买了吧 对不对 哪怕70 80你都应该买进去 而不是在它涨了一倍之后 再去追瑞宜 那就是太难了啦 都涨了一倍了 上面空间自然就变小了嘛 那不会你会买什么 买底部的 经常讲 要买底部你才会赚大钱嘛 你如果瑞宜当时60买 70买80买 那你就会赚大钱嘛 已经涨高之后你再去追 风险大利润就变小了嘛 所以凭概股接下来7月8月 380现在在110 几乎在它历史的底部 在它历史底部的时候 你看箱形整理了一个月 才刚动而已 加上今年除了苹果单以外 今年三星的指纹辨识信号也进来了 所以今年是两大利多 从底部出发 从底部出发 我专门找中底部的机油股 那除了GIS以外 另外这支要注意 自身 自身主要是做手机镜头模组 你知道自身就是跟大利光合作 在大陆开镜头模组厂 也借由这个关系打入苹果的供应链 那除了镜头模组以外 指纹辨识模组 无线充电器 蓝牙耳机 这个都是目前最热门最夯的产品 你看它就连续五年的营收分布图 是不是很清楚 每年都是从7月开始 7月8月9月10月 开始进入年度的营运旺季 今年很特殊 今年光是在6月份就直接大爆充了 6月份营收比5月份营收 大幅充高了30% 也比去年的营收充高了20几% 所以6月提前开始大爆充 是不是代表着6月提前开始进入旺季了 紧接着7月8月9月10月 整个营收会一路上去 会一路上去 那目前股价压回来之后 整整整理了一个月 量开始出来了 黄金交叉也出来了 所以在屏概股的部分 我比较看好两档底部刚起涨的 GIS跟自身 提供给大家参考 其实你不用想太多 这个行情 赶快做多就对 只要你选底部的GEO股 业绩很好的 赶快做就对了 不要想太多 你看我在电脑展前就跟大家讲了 5月28电脑展前我就说 大盘方向会改变 这是很准确的 这是电脑展前跌了800电 我叫你快落尾 想起来 早上来之后 我在6月20号跟大家预告 开始进入八仙过海盘 你看这段时间 是不是开始进入相信震荡 仅仅250点而已 虽然250点的震荡 共试还有一支一支一直出去 一档一档一直出去 涨到这里来 有些涨到你就不要再去碰了 我这两天跟大家谈一个 6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加速 从这里面 5G COF MOSFIT大数据 是比较集中的 这里面 5G 起比较高 所以数据好并不代表可以买 你看 文帽 已经起高 所以好数据发布出来 电脑起不过 今天是跌了三块钱 今天跌了三块钱 所以你要从好数据里面去找什么 找还在底部的 目前还在底部的 COF MOSFIT 跟大数据 这三个你还要注意 COF我在4月份的时候 就跟大家预告了 我在5G的时候我就说了 严重缺货 你看营收发布出来之后 5月营收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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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营收发布出来之后 齐邦也创新高 逸华店也创新高 细创又继续创新高 逸华店连刷四个月 逸华店连续四个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股价是在底部 你看是不是在底部的 你稳貌 股价是在高档的 逸华店股价是在底部的 但逸华店跟齐邦 我会选择齐邦 为什么选择齐邦 因为华为在拉货的重点 也是齐邦 尤其你看齐邦6月营收 17.6亿历史新高 逸华店呢 逸华店只有2.7亿 两个相差了七八倍 两个相差了七八倍 所以逸华店 所以齐邦 我在当时跌到第46天的时候 我告诉你 赶快下去买 金螺Q 你看我们买56块钱的 去买起来 这还不够 这还不够 齐邦本身它也是一档 凭概股 每年从6 7 8 9 10 都是营运的旺季 那今年连华为都进来拉货 所以5月份已经提早创新高 接下来6月份创历史新高之后 7、8、9 10 营收会一路冲上去 所以今年是大爆发的行情 今年是大爆发的行情 所以齐邦 Double的股票就对了 你看见顶也是啊 在第37天的时候 告诉你要赶快买 是不是涨上来了 到高点 115卖掉 见顶115卖出 你这样就能够做一个大波段 所以我喜欢买底部股 原因就在这里 买底部股就会赚大钱 那如果追高呢 你看见顶这两天再去追 这两天你再去追见顶 是不是掉下来了 就落下来 这个赌款没错 可是也转弱了 也转弱了 台光店也是啊 292957 Double 29 所以这里就要该买了 你等涨上来之后 再去追就太慢了 就太慢了 MOSFIT MOSFIT是缺货的重点 这里面我们竭力 100块钱买 涨上来之后 营收发布创新高 百里没钓 因为来到套牢区了 所以来到套牢区 你还堆着没意义了 会想买你会想买 反正尼克森是在底部的 尼克森在底部 你看我30块钱买 是不是上来了 那目前价格还很低 所以这个随时都还会在供 买底部的基友股就对了 买底部的基友股 你就会赚大钱了 新的一波底部其涨骨 我们有全新的布局 跟上连连脚步 今段广告 薛总马上回来 华西林老师 25年操盘经验 经纯掌握国际股市 深入台股产业研究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涨 与高档转折脉数的 稳定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角度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密集来电 0223923988 02223923988 华西 投顾 华西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西的事 华西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西林老师 25年操盘经验 精准掌握国际股市 深入台股产业研究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 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 卖出的稳定货币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体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西投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欢迎我在现场 大力光强而有力的数据 下礼拜注意 凭概股会开始动 涨高的不要一追 买底部的 买底部的才会赚大钱 买底部才会赚大钱 就好像文贸长太高了 底部的奇邦逸华电 Mossifit尼克森 大数据 你看微软 大数据的微软 营收一发布之后 就开始大涨了 昨天继续涨 今天微软还是涨 这就是底部嘛 这有Double的 底部的 所以底部的 所以就开始穿啊 所以不要去买高 买数据好 可是已经在底部的 微软是软体 硬体的部分微影 你看墨西哥事件当初 就叫你们赶快要买了 跌300块 我们买317块的 押回来326 继续加嘛 大型资料中心 是未来的趋势 最重要的一个产品 你看317买 326买 除全钱 以外328 最关369 昨天除息 当天就快填全了 但今天唯一有跌 跌好事啊 跌好事啊 押回来几块钱可以买 押回来几块钱可以买 这个都是长期看好的股票 在股票市场上 你要成为长期的赢家 就是找最好的公司 从底部开始买 不要去买的地区 不要去买的基差股 你来找林特彦 我带进都会带出 我带进都会带出 最近很强的股票 你看大田 高尔富秋干 一路一直去 这两天还在继续涨 你看大田 这两天还继续在涨 还继续在涨 还没有停 但最好的是负胜应用 下礼拜要除全了 你看负胜应用 从百五开始买的 到现在我都还不卖 两百几块啊 是不是买底部的基优股 就会赚大钱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下礼拜 环球金也要除全了 昨天环球金 三百四十四 我代理说不好堆 好不好 我不会说一涨 就跟你说好了 昨天环球金涨 我跟你讲不要追 今天环球金是不是下来了 是不是滚啊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第一大厂的信越 涨了十七%已经下来了 第二大厂的胜高 也涨了十七%休息了 环球金一开始涨得比人家慢 现在在补涨 那补涨 第一大厂都已经开始停顿下来了 你就不可以再去追了嘛 加上 已经来到前面的套牢区 进行两万厂 有万九厂 有万八厂 现在到五六千厂 我只要那些穿得出去 对不对 环球金下礼拜要除夕 你要操作环球金跟我做 我已经做第四招了 你要操作环球金的 你跟着我一起做 跟着我一起做 国具华星科 今天没时间讲了 可以买的时候我会再继续买 我会带会员买 今天市场最热门的一支股票望红 就大涨成价量二十万张之后 买买就抬下了 很多人看到大涨就去追 都没有注意到时间 你看三十天 三十一天 六十三天 是不是double double上来 今天是第三十二天 时间搞了嘛 又是遇到大压力 所以不要每次都在追高 要买就底部就要买了 我今天准备几张底部的股票 可能没时间讲了 我尽量讲 讲不完 那你们就直接跟我做 你看加折 从260打回到200块钱 打了三个月的底 弄出来 加折每年固定在七月八月 营收旺季都会冲高 你看你把视野放大 这是捏线 每次回到年线就是起涨 回到年线就是起涨 破了年线就是空头 回到年线又起涨 这次又以年线为敌 要开始上当要注意 这支也是 回来五十就会大涨 回来五十又要开始了 又回来长期的底部 每年都赚六到七块钱 很赚钱的公司 回到长期的起涨点 股票起贯 改为了怎么买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涨高到舍得卖 才有钱买新的 跟年线一起 从底部再出发 就会赚大钱 我带你进 我会带你出 全新的底部起涨股 广告中复电话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好无知风险 带人好多卡 信用卡 提款卡 悠游卡 会员卡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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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的是健保卡 你是咧 先生 这是摩托房卡 你是咧 你跟谁去摩托 去年跟你去的啊 解析卡 我叫莫尼卡 我叫你 我叫你 你什么 你没有了吗 保力达 满牛 精力充沛 保力达 满牛 华信 林老师 25年操盘经验 精准掌握国际股市 深入台股产业研究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 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数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 239 888 022 239 239 888 华信 投顾 华信 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格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 专业负责 今年呢